美国白宫外连日来都有示威浪潮 纽约时报报道 5月29号也就是上周五的晚上 总统特朗普一度被带进白宫的地堡 停留不到一个小时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上周五晚有数百名示威者 在白宫外示威 部分更投掷砖块和瓶子 临近白宫的财政部大楼 更有人突破路障 特勤局特工忧虑总统特朗普的安全 一度把他带进位于白宫东义 俗称地堡的总统紧急行动中心 全程历时不到一个小时 报道引述一名执法人员 以及熟悉程序的人士表示 如果白宫状态提升至红色 总统就会被带进地堡 而其他受保护人士 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儿子巴伦以及其他家人 都会被带到地堡 暂时还不知道特勤局 出于什么原因 而把特朗普带进地堡 白宫发言人也表明 不会对有关安保措施 及决定做出评论 据多名消息人士透露 当晚总统和他的家人 对带入地堡一事感到紧张 不过特朗普在周六就发推文 称赞特勤局做得好 并表示自己从来 都没有感到不安全 但报道也有提及 梅拉尼亚就对示威感到不安 30号当天 在最后时刻 取消前往佛罗里达州 观看龙飞船载人升空的活动 此外 纽约时报也有报道指 多名竞选顾问成员 对特朗普处理这次 大规模示威感到不满 曾经向特朗普提议 在周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不过当天 不少白宫人士都被告知 因应示威情况 不要到白宫上班 另外 顾问团顿也敦促特朗普 不要再发推文 形容此举等同火上加油 但特朗普显然没有理会 方卫视综合报道